因为我们一般学中国建筑史都会认为 这种用这种粘土做的这个房子 应该是秦朝汉朝 所有的建筑应该在明清以后就都是砖头的 但实际上这个房子拆开之后 你会发现古药的墙体基本上都是粘土的 所以当时我就突然就意识到 很怕中国传统的这个建筑这个文化的严惩 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形式美不美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它使用的基础的材料和技术实际上是不同的 它是和文化有关和观念有关和气候有关 因为中国人的观念是崇尚自然的 也说它的木结构是一个很轻的框架 放在地上 底下是用那个木头的桩子打在这个土里之后 形成了一种很特殊的一个地基 那这点上我觉得就导致了 中国的传统建筑和现代的西方的建筑 现代建筑根本性的不同 它面对自然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就是中国传统建筑没有基础 就意味着它从来不伤害土地 房子塌了之后 这块地是可以种双架的 现代建筑的混凝土基础做完之后 这块地永远就废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